带您来认识郭丽娟 她是印尼著名武术运动员 郭丽娟被印尼奥委会评为最佳的运动员 并荣获了印度尼西亚体育界的最高荣誉 目前她在雅加达开设了武术班 带领更多学生们更了解武术 对于武术感兴趣的您 肯定对这位印尼著名武术运动员 郭丽娟并不陌生 曾经被印尼奥委会评为最佳运动员的她 现在开创了郭丽娟武术俱乐部 主要目的让年轻一代对武术有更深入的理解 郭丽娟武术俱乐部是对外开放的 不过目前更重于训练孩童们 然而现在的武术也深受Muslim朋友的喜爱 即使该俱乐部还不到一年 但目前已有八位学童专注于参加比赛 在这里的俱乐部发生 可不是有和平 Brain 另外,我們要合作voll 42 郭立娟也表示當她還積極投入訓練武術在鍛煉的時候 必須用漢語與中國教練溝通 以更詳細地瞭解教練的指導 在以修文外汝 有论论灭很多有一点, 当我们不懂事的通关系, 只能信人情来说,我们不太懂。 在读文外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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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, 这就是比较为了可以华盛业。 如果有多比赎竞亚特地的球速度, 但是在第三年, 在最终第一,有五个基础。 第一,第一,就是细致。 大家现在说细致, 就像是普通的 但真的是最重要的事 我希望我自己能够 能够聘责专家 也想要聘责专家 也想要聘责专家 除此之外 该俱乐部的总教练 阿玛特也跟大家分享 他如何教导学生 关于无数相关基础和基本知识 除了教练与创办人 当然也要以正确的技术 来教导学生们 其中是艾莎 她在这里练无数将近一年的时间 对于没有无数基础 但对此运动感谢 就可以来郭丽娟武术俱乐部锻炼 因为不仅教您基础之识 但也能参加非常有声望的比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